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有 老师,我从小在台北长大,只知道盆地的形状像个碗,但不知道是如何形成的,你可以告诉我吗? 没问题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!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是华南古路块,也就是今天大陆福建一带,经过河流日以继夜的冲刷,泥沙就在海底逐渐沉积出古老的地层。 由图我们可以看出台湾沉积的位置,从3000万年前到400万年前这段期间,台北年代最古老的地层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形成咯! 老师,这时候还看不到台湾耶! 大约400万年前,因为板块运动,由菲律宾海板块推起台湾,发生激烈而且巨大的造山运动,由东南向西北方推挤,挤出现在台湾主要的山脉, 同时把原先沉在海中的台北,推挤出海面,使得原本平坦的老地层被推挤成凹凸的丘陵。 那时,主要的河流,古新电溪,穿过现在新庄及泰山,从那时位于海边的林口一带出海,当时溪流所冲刷下来的石头泥沙逐渐沉积,造成了冲击扇平原,也就是今天的林口。 老师,那时候的台北,跟今天一不一样呢? 当然不一样啰!那时的台北,不是现在的盆地地形,加上有火山爆发,改变了当时的台北地形。 老师,我上阳明山时,看到小油坑在冒烟了,它是不是那时候的火山呢? 对啊!阳明山小油坑属于大屯火山群,约在280万年前发生剧烈的火山爆发,一直延续到35万年前才停止。 新的火山熔岩喷发,覆盖了大片面积。直到今天,我们到小油坑,都还能够感受到当时火山爆发的威力。 老师,除了大屯火山外,还有其他火山爆发吗? 非常好!大屯火山群才刚刚休息,今天的观音火山一带,岩浆竟然也冒出来了,又造成了火山爆发。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,这时期的河流仍然向西出海,整个地区大部分还是属于丘陵地形。 老师,那何时台北变成碗的形状呢? 大约在6万年前,在观音山边缘及林口一带,由于断层继续活动,原先的台北丘陵一边陷落变成地窝的盆地,另一边低频的旧林口冲击扇便抬升起来,形成了200多公尺高的台地。 而新电溪和其他溪流被林口台地阻挡,无法再向西流入海里,只好在新庄一带形成湖泊,一边顺着断层绕过观音山向北流入海里。 老师,那时盆地平坦的地方好像很少。 你的观察,曾敏锐,约三万年前,原本的大汉溪流经桃园一带,台北盆地陷落造成了大汉溪流往台北盆地。 老师,那为什么台北盆地陷落造成大汉溪流往台北盆地呢? 你猜猜看啊。 是因为水往低处流吗? 是的,是因为水往低处流。 那时的台北丘陵陷落,地势比较低,所以大汉溪就流向台北盆地啰。 现在老师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大汉溪与基隆河的习夺过程。 左图是大汉溪历经了5次河道转变过程。 右图呢,是基隆河转成180度,形成今天基隆河样貌的过程。 老师,前阵子新闻公布台北高度异化区域,我听说台北之前曾经是个大湖。 完全正确,大约在1万年前,全球的气温上升,海平面随之上升,海水从关渡一带的缺口灌注进来,形成了湖泊。 整个台北盆地几乎完全淹没在水中。 你想不想知道台北湖最后如何重现光明,变成了现在台北盆地的样貌呢? 我好想知道哦。 约5000年前,原先的海水从观音山的缺口退去,从现在的新北市淡水区出海,成为现在的台北盆地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,就有了早期人类的活动。 哦,我懂了,谢谢老师。 老师,从卫星地图截取现在的台北盆地给你瞧瞧。 哇,好多密密麻麻的建筑哦。 是的,从台北有人类活动以来,就不断被建设,到现在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会区。 台北有好山好水,我们要一起共同爱护它哦。 defined, Federation and .. ! 陆作剑友保持 ! ! !